你好,欢迎收看4月10号大华联地方新闻,我是旅会 华林县政府在今天公布了有13例确诊病例 县府表示说县府已经针对确诊逐机来进行全方位的消毒 另外对于慈悸医院急诊大楼病房传出有多人确诊 卫生局副局长中美朱证实说 是否为院内感染有待中央疫情中心和慈悸医院来进一步确认 新冠疫情目前累积108例 奥斯卡餐酒馆的感染人数今日确诊9位 目前已延伸至家人确诊 及一位按27393为员工 今天增加了13例 所以现在花莲县从3月31号到目前为止是108例 今天增加13例 那住院的人数是106位 住院是确诊 PCR确诊之后住院是106位 那离院已经有两位 增的13名的这个确诊个案里面的分析 9名是有关于我们奥斯卡的部分 另外还有两名是 外线是匡列 匡列 外线是确诊 然后我们花莲人被匡列的有两位 那另外也有这个医院这个目前有一位 顾理师一位 还有社区现在还没有找到感染人传染人的部分一位 学校的部分 目前有停班 停课的是光华国小 光华国小有一位确诊者 所以三年级那班是停课 全班停课到4月22号 全班有17个人 那蒙特梭利优幼儿园的部分 昨天确诊的26699的部分 全校停课到4月15号 再加1617周日周六周日 那另外还有自强国中 也停班停课到这个20号 全校预防性的停课一天 4月11号 等于说自强国中 明天全校预防性停课一天 那另外今天有一个新的案是我们花莲 花莲的案件 所以花莲的部分 这个二年级部分 有一班是全班居隔 老师也有居隔 停课到4月18号 花莲县政府在花莲火车站 已施打30620剂 同时疫情指挥中心再次呼吁 民众应该要落实手部卫生 咳嗽礼节以及佩戴口罩等 个人防护措施 减少不必要的移动活动以及集会 避免出入人多的集会场所 配合各县市的防疫措施 共同严守社区防护线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